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对万一国会议员王健民宣布不再征战大选感到惋惜 但他尊重对方的意愿 陆兆福今天在芙蓉召开记者会时回应 早在行动党党选之前 王健民已经决定不会再来接大选中上阵 其实针对他这个决定 他在大概一两个月前已经告诉我 就是在行动党的代表大会过后 我接任秘书长过后 他已经有跟我讨论过他这个决定 当时我有尝试说服他留下来 因为虽然他没有中选成为中委 但是其实这个对他上阵的机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位国会议员 在各领域他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有尝试 说服他希望他留下来 继续再来接大选上阵 但是他告诉我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其实在当选之前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因为他本身有这个 跟他太太有这个意愿 希望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停下来 停下这个前线的政治工作 所以他已经有告诉我 会在509这一天做出这个宣布的 所以我不意外今天有这个宣布 我已经一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他选择509呢 因为509今天这个日期 距离下一届的这个大选 最长都是最多一年 所以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 来让选民认识我们新的候选人 陆丈夫也透露 王建民依然会扮演重要角色 只是退居幕后 而且他已经答应 会继续以自身的专才分析选区和政策 协助行动党征战第15届全国大选